我现在在林芝士 然后现在离拉萨大概还有300多公里 本来是可以一路走那个高速 然后到拉萨的 但是我现在有两个选择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现在走这个林拉公路的话 然后到下午的14点34就能到 大概需要 看到没有 对这个要绕弯弯 大概需要400公里 要走四个多小时 然后这个走这块的话是免费的 但是我前几年是走过这块 所以我今天打算另外走一个地方 我打算走底下这个米林县 看到没有 走米林县 然后走下面走上一圈 然后绕到这个这个地方 因为我想那个在下面这块再转上一圈 好了 准备出发 我现在在去米林的路上 刚出了这个林芝 到米林大概是70多公里就到了 刚才问了那个那边的交警 他说现在去米林不需要边防证 我现在在林拉公路上 就是一个高速 然后我现在是往东走 行驶大概6公里 然后我就要下这个高速了 然后就往那个米林走 这块的高速线速是100 最重要的是这个高速它是不收费的 大家看到了没有 就那个看到没有 那两座山峰中间那块 那个就是南加巴瓦峰 我没想到在这条公路上竟然可以看到它 据说看到南加巴瓦的人 下辈子 不对 后半生会很幸运 所以在我视频里看到了南加巴瓦的朋友们 你们下半生也一定会很幸运 我现在在那个林芝至米林的机场专用路上 然后在我的右边 跨过那个崖瓦峰江那边是什么道 306 在我左手边这就是林芝机场了 机场不是很大 然后右边这块那个桥看到了吧 那边就是306 我现在已经到了米林县 感觉好安静的一个小县城啊 这个街道稍微有点 跟那个林芝比起来 街道稍微有点窄 但是街道一样的好像很干净 现在在我身后这条路 看到没有 就是后面这条路 然后就是米林的那个主干道 刚才一路上过来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路不是很宽 然后长度大概是两公里多吧 再往它的就是 我一路过来左边那边还有两条路 这个县城不大 但是感觉给人感觉非常的安静 而且地面也很干净 好走继续转转 我现在已经从米林县出来了 刚才转了一下 最后地方不大 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我打算继续往前走 这个地方海拔在三千多 但是你看周围的植被非常的茂盛 所以在这里也不会感觉到缺氧 好 现在终于到了朗县 这个地方被称之为辣椒之乡 西藏的辣椒之乡 这一条就是朗县县城的街道 街道还比较宽敞 没想到这个小县城卖东西的也非常的多呀 你看 我先带大家在这个县城转一转 然后等一下找个地方住车 这县城特别往上看的那个地方要大很多 这是一个城区 然后另外那边在河那边还有一个 我等一下再过去转转 现在我从新城用转转旧城了 因为我发现新城还在建设中 而且人烟吸手 感觉不太安全 没有烟火了 所以我打算今天晚上就把车停在这个老城区找一个地方 等一下我去看看这块本地有什么特色 然后去找找看 我现在把车刚刚找了一个停车场停 我想准备下去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停车10块 就是这个地方 在这个河边 这有一个大的一个停车场 刚才进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跟那个值班室那个里面那个人说 然后说是停在这儿 到明天早上8点走 然后是10块钱 所以我看这儿离那个啥 离厕所比较近 而且这是一个大型的停车场 也比较安全 周围都有摄像头呢 那个厕所就在厕所就在那个地方 看到没有 那个房房 然后这儿还有警车 各种车辆都在这儿停着呢 嗯 今天晚上就注册在这个地方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好了 外面的雨还是有点大哦 我现在上车 煮点东西吃 好对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外面 就是我现在停车这个地方 下面这是那条河 这块都干了 河在那 然后那条 这条桥呢 就是去新区的那个桥 然后我明天早上 就要从这条桥过去 然后走上面那条路 继续往前走 到下一站 好了 开动开动 做饭吃 切上一点这个蘑菇 然后再加上今天买的辣椒 跟那个今天买的猪肉 炒在一起 嗯 现在切的就是那个 我今天买的那个本地的辣椒 这个辣椒 他们说很辣 但是我生吃的没有感觉 先炒这个上香鸡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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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辣椒饿好重啊 现在我整个鼻腔都抠满了这个辣椒的香味儿 好 吃完了 然后休息一会儿准备睡觉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2点 刚才外车 外面 砍一下 有大车坏了 他们在施工 受一点吵 不过没事儿 戴上耳机睡觉 好 晚安各位 晚安 晚安各位 孕肝 早 oluyor maintenant 我ér pans了 圣オ